來 我已經幫大家黏好了 這當中有兩片 你猜左手還是右手 哪一個是用480黏的 左手 右手 右手 左手 好 一 右手 我按了 它還是沒斷 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公益知識與潮流生活時尚及品味的頻道 潮流上 好 又到了我們 成為瞬間教大師第三集的特輯了 看完了前兩集 你現在有成為瞬間教宗師嗎 還沒 因為還缺這一集 是的 我們在前面幾集已經拍過了 從以前你根本用不到的 各種奇葩瞬間教 還有一些瞬間教的歷史 那到這一集 我們要跟大家講非常特別的 台灣只有一罐 跟一些你從來沒看過 價錢不菲 而且又很特殊需求 所特殊需要的瞬間教 為什麼 瞬間教平常已經用得夠廣泛了 我們還需要 知道這樣更奇葩的瞬間教呢 因為你要成為瞬間教宗師啦 哈哈哈哈哈哈 這一集我們的製作費加碼 預算增加 所以我們就買出了一些 更特別的瞬間教 首先介紹第一種 3090 在業縣呢 人稱3090雙兔 你要兔胚嗎 我知道兔胚啊 兔胚是打得贏FloHouse的 欸我們的新童是你幾歲啊 23 你看過周星馳嗎 豪雪威榮嗎 九品芝麻寬 小時候看過 幾歲啊 幼稚園 5歲 是實在的隔閡 不會啊 反正童話是打不贏FloHouse的 神經病 那我怎麼會叫兔胚呢 就是來 這個瞬間教它長這個樣子 在我們打開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主計 主計後面會有一個鋼塞 一個塞管 這個前端呢 會有一個想必做工程的 大家都有看過 就像我們在做紙巾膠的時候 就是有一種雙楦頭 這裡面就是一個小漩渦嘛 然後這個小漩渦 在你擠的時候 它會把兩劑這樣子 交融在一起 猜猜多少錢 有兩劑所以它的錢一定是Double的 CCC 這個大概11公克 看這個新Mac包裝 還有這個針孔這樣子 2 4 6 7 所以肯定要560塊 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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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塊 高100塊 瞬間教我用過了吧 沒有用過 用的方式呢就這樣子 這兩根針孔 因為它怕你ABG擠得不夠平均嘛 它就是兩邊的後段它是一樣長的 然後所以在插進去的時候長這樣子 這個頭這樣子拆掉 那它為什麼要分兩劑呢 它其實有一劑就是主劑 然後一劑就是硬化劑 它會做AB膠 紙巾膠 拔砲 通常有兩劑混在一起的 或者是我們在做噴漆的時候 第一面就是可能用LAKA那種漆漆 做那種AB兩劑型 做起來就會Hold住硬度 大概一樣的意思 這個卡頭長這樣 插進去 之後把它轉起來 它做得很精緻耶 很像你要做一點什麼高科技的實驗一樣 是高科技 高科技 900塊你不高科技 先不要激動 等一下有更貴的 這900塊還不是最貴的 我們這集花了很多錢 雖然它的價錢很高 但是我跟大家講完它的功效的時候 你就一點覺得它不貴 你猜猜它能做的來補什麼 塑膠 那為什麼不用401加催化劑就好了 我們這樣補過 但是效果不顯著 因為不夠硬 因為沒有硬化劑 很多人都需要硬化劑 當年紀錄起來的時候 官方上它最主要的用法就是 你作用在補賽車 賽車就像有一些什麼 Carbon啊 胖纖維啊 半拔啊 塑膠啊 因為畢竟車子開很快的時候 會有車壓嘛 那以前我們在補一些 車子半拔的時候 你打那個定速機 加熱定速機 那你又不好看 所以你就可以用這個 就很快 還有一個重點 因為在很多塑膠 在斷掉或是脆掉的時候 其實你會有很多的 小碎片其實就噴掉了 因為尤其像是 我們在做玻璃纖維的時候 玻璃纖維會有一個 玻璃纖維毯嘛 然後會有一個 樹脂嘛 樹脂上去裡面 還有套華絲粉的樹脂嘛 然後再加上你表面的漆面嘛 所以你破掉的時候 那纖維毯都斷掉了 那上面的那些小樹脂 都會成為一個小小塊狀的 小晶體然後噴肥 所以這個時候 你要去填封的時候 是不是你要補塗啊 然後不然就是 你要從後面 把玻璃纖維重新做回來 它有一個最大的功能 就是填縫 啊 填縫 厲害了吧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在講 瞬間焦的第一準則是什麼 不能填縫 對 但是它可以填縫 瞬間焦的最大準則就是 材料跟材料之間 你一定要非常的密合 就像是 在點TIG的 R1一樣 雅漢一樣 你要很密集 很密合 不能填縫 如果你要填縫的時候 焊接你要用什麼來填呢 是焊條 不然就是你用CO2推出那個焊料 那你就可以去填封 所以它專門幹嘛呢 就是很多車廠超愛買 就是後照鏡斷掉啦 或者是你的尾翼斷掉啦 或者是你的曼拔噴飛啦 好好用 沒跟你在唬爛 你現在去把你的車打斷給大家看 這個 這是我們之前原本要拍開展給大家看的 我們在拍之前 我們同事就把它玩壞了 它上面原本是一個GoGo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來試看看 這個號稱900塊一支的 面堅膠 其實我也沒保護它 到底就沒了起來了 我們現在這樣煮下去就九十塊了 我跟你說 這樣一滴就三保飯了 等一下 便當來囉 怎樣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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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乾了 可以拿起來算了嗎 不行 我覺得它才剛開始 快點時間 如果你一次沒有用完 那你就可以把它這樣子扣起來 但是我個人建議啦 只要開封過後 就盡量讓它趕快用完 那因為這種東西 它是見不得光的 所以記得把它保持在一個 沒有光線的地方 把它收好 這樣子 900塊的東西 不容易啊 有時候你在修之前 你要好好想一想 你這東西我們價值就換一塊 再去買 我們修的是一個情懷 第二種 我們空運來台 今天剛到貨 非常的珍貴 根據代理商的說法 現在台灣就是只有我這支 因為這個地方買不到了 所以大家可以比胖姐 登登登登 4310 你知道3310嗎 我知道 你為什麼知道 3310 還厲害到 你真的有經歷過 比如說我要打一個CAT 我要打 A要按三下 有喔 有喔 沒有 還沒有 沒差那麼遠嗎 我會 你們知道UV嗎 不是出去會防曬嗎 其實很多東西會產生UV 像這個 其實UV跟我們離生活中非常的近 就是女生做光療指甲 或者是我們看牙醫有沒有 然後醫生會拿一個給你照對不對 然後就會瞬間 你會覺得熱熱的 然後它好像就硬化了 那其實它的原理都是UV UV膠跟UV瞬間膠 它有什麼很大的差別勒 UV瞬間膠呢 它其實就是 能夠讓你在潮濕的狀態下去固定它 那為什麼這個東西 它價錢那麼高 然後台灣沒有什麼存貨呢 其實都是因為 它買完的時候就必須快速用掉 它在有光的地方 好 它就會開始硬 真的是一個很見不得光的一個產品 它跟UV瞬間膠 又有一個極大的差別就是 比如說我要黏這個小封封有沒有 你滴進去的時候 你有光照得到的地方 它才會黏固 但是UV瞬間膠 它沒有光照到的地方 它還是會黏固 你知道為什麼嗎 那是改革秀 不是啦 因為它是瞬間膠嘛 它是合體啊 比如說 海裡河的 就海上跟路上 你都要能戰鬥嘛 就是它從時有UV 從時還有瞬間膠 有沒有一個女生的比喻 可以比喻一下 存家財 存家財是什麼 可以 它是紅 也有一個長三 蛤 那紅土不行嗎 那你覺得它存在的價值會是在哪裡 有一個行業 特別貴 29電 我看你在連 生工的行業 醫療產業 像那個針頭 有時候你要黏嘛 它會歪掉嘛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用UV去輔助 像一些比較貴的醫療材質 有些一些什麼小很細的細管 然後或者是電子產業也蠻常用到的 一罐兩千幾塊 你就知道一直要蓋高雄才能不能用 我現在這罐用完 台灣就沒了喔 可是這樣子的話 如果有人要買的話 你買不到 還是它貨還沒進來 沒有啦 你要買的話當然就是 像我們用Git的 然後人家寄過來 我這邊有一罐是音調給大家看 有沒有你看 聽這個聲音 你這樣 其實有一種東西呢 最適合的UV膠 那就是Tone的東西 你如果今天想要黏 透光度的醫療用品 那這種UV的瞬間膠 它都是非常適合 而且很好用的 T型我們來焊個90度 你看講完三句話又乾了 對不對 T型結構 但是大家一定想說 從以前我們拍瞬間膠 拍了這麼多集 它都會有一個方便 快速 然後又能夠瞬間黏著 但是咧 在不正確的黏法上 或者是當你遇到一些很白目的人 讓它用高強度去撞擊它的時候 它很難會有強度 它既然是一個 能夠把全世界的瞬間膠 成為一個大家的名稱用品 軍事用品 工業用品 的一間公司 想必它也想過這個問題 於是 它就推出了這個 480 480 那它非常的重要 因為在我們影片播出的再過幾天 就是瑞布的飛行日 很榮幸就是超人生少年呢 是能夠擔任我們瑞布在飛行日當天的評審 所以我已經預料到一件事了 這組可以很多 不是 聽說我跟戴志穎一組 真的假的 哇 小戴耶 但是我其實在想說戴志穎要評什麼 對 對 你說他評什麼 不是不是 就是他評什麼 就是評 不是 我們要評分嘛 小弟就是在評分 就是大家的結構做得好不好啊 那小戴呢 小戴是打魚包球的 對 魚包球重要的是什麼 弧線 沒錯 我們會從六米高的地方跳下去對不對 你知道那個跟那個羽球那個弧線 誰看的弧線看的比較多 平弧線 他是平弧線 而且再來算是我們台灣的光榮 光憑這幾個精神層面 跟運動精神 還有平弧線 這三件事 他絕對夠資格 坐到旁邊 不是 他絕對夠資格 可以擔任我們的評審 我當他的助手 所以480跟飛行率有什麼關係 他呢 是一個具有高強度狀態 並且你能夠在高峰族的狀態下 黏著你們那個 完全一定當天沒有好好 結合在一起的飛行器 他只要你隨便拿個兩片鐵板 來 我已經幫大家黏好了 這當中有兩片 你猜左手還是右手 哪一個是用480黏的 左手 右手 右手 左手 好 帥吧 黑色瞬間膠 基本上 他是一個你用很高的強度 甚至你拿老虎拳 我拿個什麼把它掰掉咧 他還是沒斷 我再夾另外一邊 480 我們再做一個 就一般401的 就是通用的瞬間膠 好 抄起來這樣 就這樣 各位大家飛行日的那天 炒昂樂泰他們也會在現場 大家可以在飛之前趕快 把你要黏 你把馬黏一黏 把你的飛機都黏起來 把你的飛行員跟飛行器黏在一起 把你的飛行員跟飛行器黏在一起 所以你覺得480到底是給哪一類的人在用呢 其實因為飛行日不是每天辦嘛 但是早上車每天騎吧 跑步機 你有需要到高強度運動的任何的產品或機械 你都可以用480 黑色瞬間膠 你知道為什麼裡面黑色嗎 它裡面含有橡膠材 就是為什麼它能夠耐衝擊 它有一個最大的重點就是 因為它要犧牲掉它的彈性 它在裡面就會有點軟Q軟Q的樣子 再來瞬間教我們在第一集 有講說那個原理嘛 它其實就是要把兩個弓箭之間 把它的空隙 把它變成真空狀態 就是你的手如果要 把它完全的漏啊貼在一起 然後你要拉開的時候 就是它稍微會有一點準力 就是你手這邊會有一個洞啊 所以讓它補 有沒有 會有一個真空感 刺激的 當你的兩個弓箭裡面 就是越少的縫隙的時候 其實它要拉開 它所需要的力跟弓就會越大 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各位頻道的朋友們 如果你喜歡我們常常開箱 或者是買一些其實怪怪貴的東西 來給大家看的話 那歡迎你能夠支持我們的影片 或者是按讚 或者是加入我們的會員 然後來讓我們拍出 更多更優質的工業頻道的影片 或者是呢 如果你看到以前的影片 覺得我們拍攝得非常辛苦的話 你也可以使用超級留言 然後給我們的同事們鼓勵鼓勵 讓我們能拍出更優質的工業頻道 過兩天之後我們的瑞布飛行日 大家在現場活動見囉 然後呢 這一次我們一樣有準備 抽獎的小禮物給大家 那我們這一次的抽獎禮物呢 就放在我們超人生少年的IG啦 關注我們的IG 那就是這禮拜的超人生少年啦 我們下禮拜見囉 拜拜 我們要這樣捏嗎 這樣捏會不會比較沒有什麼挑戰性 你要站著捏嗎 坐著捏沒有什麼挑戰性 不是啦 不是啦 我說到要這樣 要不要捏一個這樣子 我要合體囉 好 你有沒有看到我剛剛一照下去那個煙就衝出來了 你知道其實不要看熱暗光 你們有沒有看過那個路邊焊接的老師傅 就當那個光燃光的時候大家怎樣 所以以前我們在那個東區跟師傅 很多師傅聊天 有人在焊接的時候拿大著手這樣 我來講 我來講 那一邊講到它一邊遮 好 乾啦 不用了 還是不能中槌 等一下 我們剛才我們忘了它咧 他是不是 哎呀可以嗎 你看OK啦 這個沒事了 這個補塑膠 你知道一罐多少錢 我賣一罐啊 我賣一罐啊 賣雙子可以等一下